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您在画面上看到的 这个是他们的魔法飞弹 在机腹下方还有一个云母飞弹 在这一次的更新当中 都可以做大升级 原本土栓率只有60% 一度被讨论太初的幻想战机 武器 发动机 航电系统全面更新 但能继续捍卫领空 加上进攻号战机 明年将完成127架提升 可以提高防空能力 武器运用的一些逻辑的部分 可能会跟以前传统炸压 会有一些很大的差别 采购新机不易的情况下 使用战机提升 会吓阻敌方 还是有一定尝效 性能 火力各方面大幅提升之外 另外就是说 这几年来传了很多 我们过去写了好多新闻 幻象要封存 对啊 幻象两千步钟 零件没有 但是这一个问题渴望到明年 同样是2018年 渴望可以获得这个舒缓跟解决 为什么 这个国防部在明年编列了高达38亿的钱 要来做我们的这个包括幻象配备的 这个云母飞弹跟魔法飞弹 将近一千多枚 都已经超过二十年的受限 对啊 那过去中科院有做五年一次 五年一次这个火攻段的这个延售 但是后来就是说这个二十年已经太久了 这么老的飞弹 这个拳头都生锈了 不要说打准打不准了 连打出去打不出去都不晓得 外界当然对这个是很担心 那后来当然今年他们国防部播了比较多的这个作业维持费给空军 那去做一个跟法方采购 包括这个航电雷达各方面零附件另外有十二亿 加一加总共高达五十亿 那未来等于说这个从明年开始会分年来做 包括这个像云母飞弹或魔法飞弹 它的火攻段跟它推进器可能都会换新更新的 那让它这个性能 这个维持在这个一定的水准之上 那幻象这两个重要的拳头 这个恢复战力之后呢 它本身的机体的结构据说是还可以再用十年 那这因为幻象本身在过去就是一个 这个高性能的战机 它的雷达性能各方面都还是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所以本来幻象在我们三型二代战机里面 它妥善率一直是最低 像譬如说这个F-16跟IDF 平时妥善率都可以维持75到80 那幻象一直只有60 那在这样过去一直传说风存还控等等 因为零附件 拿不到 那现在有足够的预算之后 明年开始了 军方是评估说 这个未来幻象战机的这个妥善率 可以提高到75到80 所以因为有钱 所以有零件 没有钱就没有零件 当然就过去因为 这个国防经费的拮据 所以我们的作业维持费一直被压缩 那再加上说各军种都会抢资源 那那个陆海空军 每个人都有想要自己的装备 要买新的要维持好 那空军过去当然有一段时间 有不同的这个长官 他是不同的军种 他就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不是法国没有零件 是我们没有付钱 对这个后来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军方内部有透露 就是说我们外接只认为说 是不是法国可以脱零件 甚至有军方开玩笑讲 因为法国人浪漫 所以动作很慢 但是后来这个有军方的人解释说 事实上就我们欠加钱 再信不好 所以法国公司 他也在考虑说 我还要不要再供应给你 但幻象战机还是有后续的问题 包括他这个 因为这一型的战机 法国还是不愿意让我们做性能提升 所以他还是有这个消失性伤员 林复健 未来可能有一天人家都不做了 这些类似的问题 这个当然短期五年十年还可以 但是长期来讲 还是要规划新一代战机 最后金国号战机 金国号战机 我们国防自主 这几年是有不错的成果 那金国号战机 其实已经陆续响展二号性能提升下来 到明年二零一八年 最后两架交机完之后 一百二十七架 全部交给这个空军来进行战备 那金国号战机 经过性能提升之后 他航电 这个任务电脑 各方面等等 就数位化 他的性能 GPS定位能力 都超越过去很多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金国号战机 同样 他有两个 可以打得更远更深的拳头 一个叫做这个反辐射的天剑2A 这一型中科院目前还在研发里面 但是我们看到国防部 今年公开的预算书里面 已经特别谈到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说 天剑2A 美国卖我们F16V的 这个HM88B型的反辐射飞弹之后 我们天剑2A是不要了 事实上不是 就我的了解 天剑2A现在也当然 进到最后的阶段 在一些技术再提升之后 未来当然金国号战机会配挂 所以今年的国防预算书里面 特别首度提到 我们看到就是他讲说 金国号战机未来会执行 所谓防空质压 这个SEED 这个防空质压的作战任务 那外界百分之后认为说 我们美国卖反辐射飞弹 未来是F16 那就我了解 我们未来可能会 金国号战机会更凸显这个部分 再加上过去已经谈很多次 万箭弹 我们的遥功的这一个能力 已经具备 所以在最后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什么都要看老美的脸色 什么都要跟老美买 事实上不见得 就我了解 现在目前国防部跟军方内部 已经在做思考 未来我们的这一个国造的武器 发展到一个成熟度之后 美军要卖我们的这些弹药 我们很可能最后都会拒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